政府现在补助方案出炉了 台湾电动机车一哥中华汽车将成为最大的受贿厂商 中华车表示将会运用这4年的补助期 建立起对手难以超越的竞争优势 中华车预估电动机车年销售量可以推升到1万辆以上的规模 年一收贡献至少达到6亿元 政府补助里岛的租赁业者4年将会投入2.3亿元的预算 也将会是中华车努力的目标